又烧机油又加价 你说什么样的人那么帅 头那么铁会去入手这么一台车呢 今天给你们好好盘一盘我身后这个奥迪Q 这台车当年真的是需要加价呀 跟汉兰达一样啊兄弟们 然后呢开了这么多年 八年了这台车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毛病缠绕在你的身边 我今天好好给你们分析分析 不是油门使劲踩剩下的胶给夸串吗 这也不行啊 奥迪Q5作为德系BBA里边中型SUV的佼佼者 这么多年了也是让他吃的盆满钵满 但是吧很多人对于奥迪这个品牌 还有奥迪Q这个车型啊 他就心存难受 怎么个难受法 就是如果入手新车也好 二手也好 他最担心的是什么 最担心的是他烧机油啊 因为奥迪大众烧机油家喻户晓 所以导致他整个一夜八八八也好一夜八三七一夜系列的发动机让人闻风上胆 但是吧兄弟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严重 车这个东西他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 你要喜欢他的优点你就得接受他的缺点 你无法接受他的缺点 你还想让他完美 那你多双标啊 所以做人吧 适可而止 点到为止 满满灯灯 你自己得劲 也得让别人得劲 是吧 今天这么一个奥迪Q5 我从头到尾好好给你捋上那么一捋 首先还得给你们讲发动机啊 那么多人说这个烧机油啊 这台车烧机油难受啊 得花大钱修啊 修一次修不好 修两次还那个 修了三次 闹心的直卖车 这可能就是很多奥迪车主 还有大众车主们 最怕听到的一些话 但是吧 兄弟们 你实实在在的 你真正成了奥迪Q车主的时候 这些东西 你可能就不去上心了 为啥 因为一台车开的好不好 只有车主最知道 你们这些键盘侠 说这说那 你可能连车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说有些时候 你自己开过 拥有过 或者你修过 你可以出来说 你连摸都没摸过这台车 你出来说啥呢 丢人先眼 是不是丢人先眼 所以吧 有些时候 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键盘侠和真正车主 说这么一台车 完全是两个概念 我吧 修这车修的多 然后开吧 也开过一段时间 在我手里过的奥迪Q5 也有二三十台 修的奥迪Q5 那就不计其数了 你们也知道 我是修这么个 叶巴巴巴 发家致富的 所以吧 首先今天给你们安排 这么一台发动机 我给你们讲一讲 它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这台发动机吧 你可能 新车5000公里就开始烧 也可能 你开个三四万公里 开始烧 也有可能 你开个十几万公里 以后开始烧 机油损耗 对于这台发动机来讲 那就是家床便饭 修吧 也好修兄弟们 你正常 你对它好一点 定期清积碳 你不会发现它 后续会烧机油 烧的有多严重 可能四五千公里 有一升 或者半升的机油损耗 那完全正常 不用去害怕 也不用去修 这台发动机 1000公里 烧一升的时候 那是真该修了 或者是 两三千公里 烧一升的时候 你应该去关注它了 关注它的 发动机状况了 先换废气阀 就是油水分离器 这个东西一定要去塞电 兄弟们 我告诉我自己的客户 就这个废气阀 你去塞电 你不用给我这换 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 我的供货商能给我找出来 E888配套的这个飞气阀 因为飞气阀这个东西 作为E888发动机来讲 是最经常更换的配件 所以说 E888发动机 普及率有多少兄弟们 大众 奥迪 基本上全系列都在用 E888发动机 所以导致啥呢 它的配件商特别多 参差不齐 啥样都有 你可能你要原厂 是吧 它可能给你发来一个东西 它告诉你是原厂 一个配件 我们修理厂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验真价 只能是靠着信任 对配件商的信任 而去定价 就这种油水分离器 兄弟们 太多了 厂价也多 所以说你干脆直接去塞电 花个大机板 换一个省心省力 有多少E888车种 是因为换了飞气阀之后 烧机油更严重了 这玩意儿不匹配 不配套 它就不是纳克 你知道吧 所以说 飞气阀 油水分离器 你就去塞电换 别嫌贵 咱也别差那几百 你毕竟是中规的奥迪车主 是不是 然后跑去这个 如果说大修这台发动机 你要是找一个专业的地方 可能需要一捆多 你也别嫌贵 小地方 七八Q 也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但是吧 你可能不信任小地方 只信任大地方 你要大修一下 一捆多算正常 就全换一遍 什么四配套 然后活塞环 然后唐钢下套 链条 所有的一损 附属件 全部给你安排完 加上油损 这一套下来 再给你来个 一年到两年的质保 一捆多 还真不贵 你最起码 这几年 你也不用担心 你发动机再烧机油了 再烧机油 你上去给他俩嘴巴的 是不是 修车修不明白 你还敢收我钱 你修的是什么辙 是不是兄弟们 然后吧 这台发动机 你如果换一个再制造 或者是换一个组装全新的话 也没你们想象中那么吓人 不到两捆 一台新的发动机 你就怼上去了 你一台新的发动机 是不是又能陪伴你 10万20万 甚至30万公里 对吧 所以烧机油 别害怕 修就完事了 说完发动机这一块啊 就是你们最担心的这一块 说完了 我再给你们讲一讲 这台车哪个优点 比较不错 让我比较喜欢呢 就是这么一台奥迪Q5兄弟们 是在这个级别里边 最好上手的车型 何为好上手 就是好开 就是你不管你之前开什么车 你开到这个奥迪Q5 你不会有那种力不从心 有陌生的感觉 因为这个Q5吧 它方向盘是电子的 所以说很轻 你无论是女士 无论是小孩 还是像我这种刚十八出头 这种帅气的小伙子 都能轻轻松松驾驭得了 所以吧 奥迪Q算是一个好开的车型 好上手 就比较惹人欢喜 惹人得劲啊 然后呢 整体一个内饰空间 各方面也够用 但是你要是对比 跟它差不多价格的汉兰达啥的啊 可能就小了 你就这后排空间 就是够用啊 你要跟汉兰达啥的比 那是比不了 汉兰达现在多逆天了兄弟们 跟奥迪Q5都竞争上了 曾经汉兰达 是什么玩意儿 现在它又是什么玩意儿 哎 真是让人痛恨的 曾经的奥迪Q5也加加 但现在拉了 不加了 新款取消了一个夸丑啊 也不能说取消夸丑 就是机械式脱身的夸丑没了啊 现在变成一个简单版的夸丑了 可能也不是原汁原味的夸丑了 所以说吧 导致现在奥迪Q5 因为没了这个四驱 它的效量一直不咋好 只能靠什么呢 只能靠它的优惠了兄弟们 一而再再而三的便宜 才能把它的销量撑起来 学习人家汉兰达 我都不知道为啥汉兰达那么猛 从此之中一直加价 保质率逆天呢 可能除了开不坏 就是开不坏 还是让咱们国人给惯的呢 其实吧 汉兰达的发动机2.0T的 那时候也有点毛病 拉钢 因为陪我准 你们不信可以去查查 现在混动版本的咱就不知道了 啥时候摸透了 再跟你们分享一下 混动看蓝达到底值不值得安排 但是从那驾驶 现在那个价格 我就头皮发麻 你想想 有那钱为啥不买一个奥迪Q5呢 新车 是不是 然后 讲着讲着 虽然有点跑偏扯到新车上了 但是今天这么一个13款 13年上牌的奥迪Q5 搭载的2代发动机 8速变速箱啊 这个变速箱大有来头 就是当时因为双离合 导致问题太多 奥迪Q5这个8AT 它是从奥迪A8上面 整下来的 就相当于高级别的变速箱 下放到了奥迪Q5 所以说这台车的变速箱 满满等等啊 再就是四驱也是满满等等 然后就是发动机容易烧点机油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保护量这么高的发动机 维修后期还是比较方便和便宜的啊 就不用太过担心 然后它现在行情是多少呢 基本上收的话啊 15左右车款差一点 14左右 你要是在车商手里安排呢 这么一台技术型的啊 你基本上要有个15捆多 16捆左右这么一个行情 你才能在车商手里 明明白白安排一台啊 尽量15捆多合理 你要是16多 必须保证车况好 对吧 这期就到这 还有什么不懂的评论区下方留言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下课